哈囉大家好 先感謝各位周車勞頓在上半日跑過來 那今天呢我先說一下 今天的活動是我跟法務部的合作 那法務部希望透過這場的活動呢 可以用不同的角度來探討讀營者這件事 就例如說今天的這個余慧來賓 有記者、有個案管理師、有作家 他曾經僱用過讀營者 所以呢在場的人也有一些是幼教人員 有些是醫生、有些是學生 所以我希望透過不同的視角來討論讀營這件事 進而的去理解、去了解他們 這是這場活動的目的 那今天呢歡迎三位來賓 第一位跟大家介紹一下 因為可能大家今天會報名這場活動 是因為看了這一本書 我介紹的《導國讀影記事》 那這本書是由台灣的非營利媒體組織 就是報導者所共同撰寫的 那今天邀請到他的主編李雪莉 同時他也是報導者的營運長 我們歡迎雪莉 大家好我是李雪莉 很開心今天晚上能夠跟大家共居一趟 然後可以一起討論這個很複雜的議題 但又很重要的題目 好第二位呢我們歡迎福米江 福米江呢他是一個暢銷作家 我今天不是來拍當馬屁 是因為我找他的資料 是我看見了一本書叫做《洗車人家》 那這一本書我曾經在有一陣子 看他高居博客來排行榜很久很久很久 那這一次邀請到福米江過來 是因為他有一個特殊身份 他曾經去僱用過讀影者在他工作當中 所以希望他待會可以跟大家分享他的第一手的感覺 我們歡迎福米江 哈囉大家好 第三位呢歡迎吳秉玲 他是更生保護會台北分會的個案管理師 他的工作就是協助這些更生人們 重新融入這個社會 所以我們歡迎秉玲 各位好 各位觀眾好 你們介紹都這麼簡短 害我馬上進場去耶 那我今天呢我想先跟大家複習一下 我在影片當中跟大家談到了這本書 當中我提兩點跟大家複習一下 第一點是上癮 就是過去我對於上癮的想法是 好像說我自制力不夠 所以我可能才會對這個事情上癮 可能對含糖飲料或對任何事情上癮 可是這本書當中跟我們講到了 上癮這件事情是一個需要被控制 需要被治療的一個慢性疾病 好比說如果我的家人今天有高血壓高血脂 我並不會認為說他好像吃了一個藥之後 我明天就可以看到他完全好了耶 就不會這樣想 就如果我們把這個想法移植到 上癮這件事情的話 我們是否需要給他更多的時間跟空間 讓他能夠充裕的得到治療之後 才可以看到結果呢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是 如果今天這些讀音者今天有意識的 想要去借癮 可是發現這個社會對於讀音者的負面標籤 歧視那麼多的時候 會不會讓一個今天正在吸毒的人 你看到你想一下 他可能今天正在吸毒 或者說身在做一些買賣來去供給他 可以去買毒 那他今天可能他的女兒跟兒子要出生 他想說要給他們孩子一個更好的榜樣 結果呢 他看到了他一個學長或是說學姐 在重新融入這個社會的過程那麼的辛苦 他會不會就不想要走入第一步了 這是我那本書當中特別提到的兩個點 所以呢 也想要藉由這個複習 回到今天想跟大家聊到的第一個問題是 我想要問一下福米漿 因為福米漿呢 曾經僱用過毒品的更生人 所以你可以跟大家討論一下 你在跟他們面試時 你心中會不會有任何的擔心 我第一個毒品更生人是一個 我在剛開洗車場的時候 大概15年前 他是一個17歲的小朋友 然後他給我的原因 他跟我說的原因是被騙 然後就被警察抓 說他賣毒 但是他沒有 講話就是他長得非常的帥 很像古田樂 真的很像 所以我都 我已經忘記他的名字 但我都記得他的綽號叫阿樂 因為他真的很像古田樂 很乖 然後要坐兩班公車來上班 他並不是在面試的時候就跟我說了 是有一天我們在加班 那因為他新來什麼都不會 請他先走 那你可以先下班 他很乖 他就說老闆我留下來看學 我覺得你好乖喔 然後就買那個 買晚餐給他吃 他一邊吃就一邊哭 就開始跟我談心 我就好緊張 因為我不擅長面對 但我一直人生一直在面對 大家跟我談心 我就一死手之無錯 我就說你怎麼了 你幹嘛哭 我只買個蚵仔煎給你吃 他才跟我講說 他就是之前有一些問題 但第二次 我確實在面試的時候 對方就有老實的跟我坦白他 因為他 對他來說 他認為最嚴重的是 他因為加重搶奪 剛剛假釋 附帶的跟我說他有獨一 瞬間其實我必須很坦誠的跟大家報告 我瞬間是非常非常的 就是腦袋又一片空白了 但其實我經驗蠻多的 就是更生人啊這些 中措生啊很多 但我瞬間會有一些想法 會覺得 他可能會沒有辦法這麼專注的 在工作上 這是必須老實說 對 不過結果大家都知道 我會提出來講 當然是我有就是讓他來工作這樣子 我在跟我的同事討論的時候 我們都非常的掙扎 非常的掙扎 那事實上也不是因為 我們這一個洗車場是 跨越大家的概念 就是宇宙無敵 正知正確的洗車場 所以我們就可以非常歡欣鼓舞的 去雇用更生人 以及毒癮更生人 沒有這麼正面 我們會雇用他的原因是 因為他的父親是我們的客人 是他父親有過來請託說 給他一個機會 那當然確實他在面試的時候 他跟我同一年 也就是說他來面試的時候 大概三四年前 那時候大概三十八九歲 從面試的談吐可以發覺 他確實是並沒有非常壞 他會跟我說 是我爸爸叫我來面試的 就是這個小小細節 就是以我的年紀 我現在講到我父親 我不太會說 我爸爸明天要來拿便當給我吃 我不太會這樣講 我會說我父親或者是我爸爸 但是他是一個非常 從這個小細節裡面 最後我跟我店長決定 就讓他來試試看這樣子 但是這個過程確實是比較掙扎的 我這樣子 這語速有沒有把剛剛自我介紹 講太短的時間彌補回來 謝謝你一下 非常棒 但剛才是關於面試 或初步認識時你的擔心 你要先喝一口水嗎 沒有沒有 好 那你在真正的跟他共識之後 有感覺到什麼嗎 周遭的人對他的 共識之後 周遭的 因為只有另外兩個同事 然後他們大概也都有經驗 所以都還好 唯一的差別就是 更生人 或就是獨影更生人 工作都比較認真 他們會太認真 就是你叫他去休息一下 他會很認真地先想要先把它做完 我曾經有用過大概成為同事 大概七八個都是更生人 他們的工作的態度是非常好的 所以真正在一起工作的時候 我的其他的同事 因為畢竟我還是個洗車場 洗車場確實是一個社會比較底層的工作 會選擇來洗車場工作的人 通常不太會是念到碩士 而決定我要來洗車場大展長才 不太會 所以他們身邊的朋友 也都是各種各樣的 都接觸過 所以我的同事們倒沒有特別的 有什麼樣的 就是警戒或是什麼的 這個都還好 因為本來洗車的流程 就有一定的SOP可以防止 這不單純針對更生人 這個是古老前輩留下來的 就是譬如說我們在西內莊的時候 有一個新的人進來 都是先洗會西內莊跟洗外表 西內莊的時候 大概一兩個禮拜 店長就會在中控台附近 放一張500塊的鈔票 後來因為我們店生意不好 就蓋成100塊 一開始是放500塊 就是吸完之後看他會不會來報告說 這邊有500塊老闆應該怎麼處理 然後把它收起來 或是結帳的時候再還給客人 或者是直接不見這樣子 就是這個本來就是不管面對任何人 老前輩留下來的 這個奇怪的標準流程 雖然說我們不怎麼做 對 就是好奇怪喔 你要放一個東西去引誘他 然後又要說你拿走是不對的 所以我其實基本不怎麼用這個 這個流程這樣子 雖然大家都對同事都還好這樣子 那米江剛才談到你說 雇佣這些人士發現他們都比較認真 對 那你覺得是為什麼 是特別的珍惜這一份工作嗎 喔 我有特別問過 就是 我有一個 就是剛剛我講那個加重搶奪的 那一位 那位同事 我說你這麼拼 就是真的不行 會太累 那他跟我講的倒不是因為什麼 要把握這個機會 因為對我來說 他根本講不出這樣的內容 他講不出我接下來要把握的是什麼 他只說 他第一個他不想回去 不想回去了 不想再進去了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是 他習慣了 就習慣要做就是 有人要看著他要這樣做的 但是他跟我說的 第三個就是 如果不好好做 萬一我不要用它怎麼辦 他就是對於所有的東西都是 他不會覺得他在爭取什麼機會 他都是以反向的 就是 我不這樣做就不行 不這樣做就會被炒猶豫 不這樣做 所以他只能這樣做 這樣 他沒有未來說我要這樣做 我以後會不會 老闆會不會讓我變成店長 再開一間店 他都沒有想過這些問題 對啊 都完全沒有過 就是我問到的同事都是這樣子 對 好 秉玲 秉玲今天有準備好嗎 因為今天有很多很多很多的問題 都要問你 你知道嗎 那就看大家要問我多少問題了 好 我想問一下 當你在協助這些 毒癮更生人 復歸社會的時候 你覺得周遭的人 對於他們的助力 以及阻力各是什麼 這個問題很大 我其實剛剛在聽附名這樣 在這樣的時候 其實我內心裡面非常感動 因為這是我第一次 從老闆的角度 去來聽到這樣的故事 因為通常我們可能是 轉介工作了以後 那這個案就開始在 開始他的工作的這條路上面 但是沒有聽到過的是 在聘用的這個過程中 團隊中間的掙扎跟考量 然後確實也第一個是 我覺得 第一個部分 有一些個案 像很認真的同學們 他們很努力 很認真 他們超出我的期待 然後也讓業主非常的驕傲 我以下的內容 可能都是還是從有 會有一些細節上面編造過 因為畢竟我還是個案管理師 我還是需要保護我的個案的隱私的 所以先第一個 我覺得部分的就是 一個很棒的一個 主力的一個的例子 讓同學們知道 還是有路可以走 然後一部分的話 如果是在跟聖用癮者 本身的主力的話 如果回到家庭上面 我覺得會是有一個東西 會是蠻困難去解決的 那也就是 藥癮這件事情它其實 也就像是同志出櫃一樣 當你出了這個櫃以後 你是回不去的 所以當有一個個案 它是因為情傷的關係 那它那時候解決情緒的方法 是瘋狂的約炮 約一年多了以後 它在中間有人問它說 你要不要用 你會很爽喔 它開始用第一次第二次 然後無數次 直到後來是因為它有開始一些 有精神症狀跟家人發生以後 它瞞不住了以後 說出來 它感覺到的東西是 它的家人對它的眼光 開始不一樣了 而這點為什麼會說是主力 或是重要的原因是因為 當它出了藥的那個櫃的時候 毒品的使用好像被變成是 家人看待它的唯一的一個視角 也換句話說 它新的感情不順利 它工作壓力大 它都是很無聊 好 它要黑眼圈 但全部都會可能被 家人認成是 你是不是又有在用藥 然後這個東西 其實對它來說是非常難的 因為它自己嘗試 要去再重新建立 和家人的信任的時候 做了很多事 但終究在這一點上面 會被Android還給堵住 這就讓它後面的停用 跟減少復發是困難的 聽起來就是 當一個人染上毒癮之後 他的很多大家認為 比較不好的行為 家人或者說周遭的人 有可能會用單一的理由 去解釋他這些行為是嗎 聽起來 對 是有可能的 好 那我把這題 要回到雪莉身上 雪莉這本書準備多久啊 道國讀印記事 應該有六年的時間 因為我們是從 上游的製造販運的集團 一直到下游的使用者 就是整個產業鏈的串聯 所以追蹤了滿長的時間 好 我在看這本書的時候 可以感覺到你們走訪很多地方 去採訪非常多的人 所以就像剛才 這個比你所談到的阻力 你有沒有發現 就是在這個社會當中 有一些對於 毒癮者的負面標籤 對他們造成的損害是什麼 我想先回應一下 那個福米長 因為我在這幾年採訪的過程當中 知道很多毒品跟生人 最後他能夠找到的工作 大概就是兩種 那一種就是夜班的保全 那另外一種就是清洗的工作 然後還有就是 當然就是黑工 因為他們常常負債 沒有辦法去做債務協商 所以如果他進到一個正式的僱主 需要勞健保的話 他基本上可能 他賺的錢都去協商了 所以他們可能 為了不要讓自己的錢被扣掉 他就進入打很多的黑工 或者是臨時工 所以我說要先感謝福米長 不管是你是不是有缺工的問題 但是能夠接受和接納吸納這些毒品跟生人 我覺得是一件很勇敢的事情 然後另外一件事是 剛剛也有提到就是說 這群人對於自己的未來 career past 沒有太多想像 因為我們知道在試用者的過程當中 他會可能 他的人生常常就會暫停在 他試用毒品的那一刻開始 如果他是大量的成癮者的話 他的大腦會有蠻多的病變 那也就是說他其實沒有辦法 假設一個吸了30年毒 你可能沒有辦法想像 他是一個50歲的成人的一個狀況 好 這個我想先簡單的回應 然後剛剛就是文生問到就是說 這些負面標籤 其實我這六年來真的自己學習很多 常常是透過書寫的方式去認識他者 那這些人其實不常在我身邊出現 可是我也覺得其實蠻隱形的 就是假設我有一個律師朋友 或者是醫師朋友或老師朋友 現在在試用藥物 我覺得我現在不會太surprise 但是我六年前的我可能會蠻surprise的 六年前在還沒有寫這本書之前 我們可能一般人 我就像一般人一樣 可能認為說試用者也許是比較底層的人 或者是他生命出現很大的困境 但是的確很多人是出現困境的 可是在這六年當中 我就發現說其實不是只有什麼 混黑到陣頭的人才會去接觸毒品 事實上毒品的試用者 十年前我們的統計大概是五成二的人 是有工作的 我們認為過去可能認為說 試用毒品的人可能是無業 但是現在我們的統計就是有超過七成多的人 他是有工作的 所以光是有工作這件事情 你可以想像跟我們過去的思考是很不一樣 那另外一個就是我在採訪過程當中 就發現各種毒品有他的相對應的工作的工作者 例如說卡車司機 我們就採訪過卡車司機 因為他可能常常要熬夜 就是開著好幾頓的要去趕貨 就是要趕車 所以你會發現他需要很專注的是用阿菲他命 來幫他助神 然後又或者是譬如說在衣服店工作的人 他常常要做重複的工作 比如說折衣服 或者是他要很專心的做一件事情的時候 他可能也會使用阿菲他命 所以阿菲他命應該是在台灣 算是比較普遍的一種就是毒品 那你會看到說不管是白領或者是藍領 其實這些適用者普遍在我們的身邊 那剛剛文森說除了這個標籤以外 我覺得另外一個標籤是在毒品鏈裡面 他是有歧視的 就是彼此歧視 彼此 例如說 濕用愛菲他命的人 會看不起拉K的人 然後就是濕用海洛因的人 會覺得我是比較高級的 對或是濕用大馬的人 會覺得我是吃自然的 你們都是吃化學的 我是最優勢的 那還有另外一個就是說 在濕用者裡面 我曾經訪問過一個 同志帶有HIV的這個濕用者 他就是告訴我 很直接告訴我說 在這個鄙視鏈裡面 HIV是大於同志 而濕用毒品又是大於HIV 所以你可以想像 那個濕用毒品這件事情 在台灣的社會文化裡面 我們是還是存在那種 過去大家歷史課本 還是你們都很年輕 歷史課本現在有講林哲徐嗎 有嗎 有 有沒有人沒有讀過林哲徐 不知道林哲徐是誰 就是這種 就是 要掃鴉片的這種文化 我們對於毒這件事情 事實上毒就是我們在吃的藥 只是他劑量是多少而已 我想很多人可能有吃鎮定劑安眠藥 有吃這個中蘇神經鎮定劑 或是 有時候我們會吃比較亢奮的藥品 可是這些都是 其實毒跟藥是一線之間 可是當他量體不一樣的時候 我們對他的看法是完全不一樣了 那我們再回來談 剛剛我們都談食用者 可是如果今天要談的是更生人 我覺得他又有更大的不一樣 譬如說我們在講說 這個毒品更生人好像只有一種面貌 但大家知道就是說 如果觸犯毒品危害防治條例 他可能是製造販運 製造販賣運輸轉讓跟食用 他有好多不同層次 那如果他是製造跟販賣又運輸大筆的 譬如說都是幾千公斤然後上鈍的 我就覺得這是一個很可惡 因為他讓很多人很危險 可是如果這個人是 試用五克的或十克的一個藥品 然後他因為試用藥品 他需要錢 他去卡偷竊這個罪 或者是說他試用藥品 然後他去轉讓給朋友 就大家一起他們所謂的嗨 像我覺得這兩個的罪行是完全不一樣的 可是在我們談到毒品更生人的時候 我們就有一種想法一種概念 事實上他的面貌是非常非常多元的 也就是說我自己在這六年來的感覺是 無差別的看待毒品食用者 或者是毒品更生人 這個是一個比較危險的狀況 我們沒有辦法進到細節裡面 進到每個人的生命的狀態裡面 去了解他們食用的情況 還好嗎 還好 對不起 但還是從這個試用者的面貌 以及就是毒品更生人的面貌 來先簡單回饋 所謂的標籤這件事情 其實聽起來還是跟秉玲剛才所提到的 我們太過片面太過簡單的方式 去看待這一群完全不一樣的人 所以我想再問秉玲 你有想要任何補充剛才學歷談到的 那你覺得有額外 你所觀察到的不同嗎 我覺得這好稱也可以再回應到 就是對我來說 就是媒體在報導 就是在毒品上面這件事情 因為我的個人的話 也許在方面 或是這些的議題的個案 對我來說是比較少 適用的比較多 但當比如說媒體報導 它今天是一個毒趴的時候 然後它可能就會是被連接到像是性愛等等的 所以當它被被報導的時候 它會是一個非常前諜 然後它可能就會是一個以性為主的一個東西 但是當我回去看這些個案的時候 跟他們聊就說那時候你怎麼會想要去用這個東西 對它來說它可能是想要透過搖頭碗也就是一 然後去讓自己可以更放鬆 或是有人甚至會說一對它來說的話 是一種方式可以讓自己靈魂可以解封 這樣它都可以更有辦法和別人交流 其實在後面更下面一點的詞是它有的孤獨感 還有其他深層和與他人連接的那個可能性 但是這個東西如果當一個要怕被媒體打來上面的時候 其實我們沒有辦法去看到它下面使用的可能 或是其他的面貌 談到負面標件我還有一個補充的 對 因為剛剛秉玲談到這邊 另外一個就是我在這幾年也觀察到 就是說女性跟男性在性別這個議題 還有就是性少數這個議題 的確其實比較容易被標籤的 尤其是男男性愛者在使用這個 這個Chemsex這個部分 然後另外一個比較容易被標籤的反而是女性 因為我們發現在 就是特別是毒品更生人 你會發現很多男性是可以讓子回頭 他們每次去到關戶人面前 或者是去到醫療機構戒指的時候 陪伴的會是媽媽 或是他們另外一半 可是女性的話通常會被逐出家門 沒有任何的 除非是他有很親密的伴侶 不然女性真的很難讓女回頭 我也不知道這個社會對於女性適用者 怎麼有那麼多的歧視 那另外一個我覺得很大的負面標籤 其實不只是適用者 而有適用者的家庭 我這幾年有一直持續跟一個 我書裡面的故事叫Jimmy 她從12歲一直到19歲我們都持續有聯絡 然後從她小學六年級我看到她現在是一個大學 已經快二年級的學生 那她的爸爸媽媽阿公阿嬤 還有兩個叔叔都進了就是澎湖監獄還有雲林監獄 都是因為毒品危害方式條例進去的 那我印象很深刻的是 Jimmy告訴我說 從小當所有人都知道家裡面那個村落就是很很安靜 就是一個很小的村子 大家都知道他們家人有人適用毒品的時候 所有的鄰居的爸爸媽媽都跟他們的小孩說 千萬不要跟他玩 那我覺得這個是負面標籤是 不只是對當事人適用者而言 而是對於他整個家族 對於他的後代都是一個很大的剝奪和不信任 他們會認為這個家庭只要有人適用毒品了 這個全家可能都是壞掉的 所以後來Jimmy在成長的過程中從來不會公開說 他有這樣子的家人 第一個當然他失亡 第二個知道他不想被孤立 因為一旦說他有一個食用毒品的父母或者是家人 基本上大家都會抱持著很警戒的態度 那你覺得媒體的報導會讓這些 剛才所說到的負面標籤給的影響 例如說我不敢承認誰是我的家人這樣子 這種情況更加的劇烈嗎 看抱著就不會啊對不對 有沒有現在是我們報導者讀者的 沒有嗎 高舉一下手 真的 至少有七分之一 我覺得 就是抱著為什麼要存在 也是因為我們希望能夠 剛剛有講到脈絡這兩個字嘛 就是說希望能夠比較立體的去呈現每一個人的困境 因為我覺得不管你是 其實每一個人都有困境 我們在人生當中一定會有一些醫療的困境 生病的困境 那有些人就是很不幸運的他接觸到了毒品 那有些人是藥酒飲 有些人是性飲 可是在所有的飲裡面 還有 我有時候在想說那些去烘台土地價格的人 難道不是更令人討人厭嗎 但是我們對於毒飲這件事情就花比較少的力氣 我覺得這些人 我們不用去處理他 可是我反而回來的是 可能看到像Jimmy這樣的例子 他12歲他就非常痛恨 他因為毒品把他的家全都弄垮的這件事情 是我覺得為什麼一直有點執著的 想要挖掘這件事 然後我們看到很多的小蜜蜂 我們看到很多膠 甚至我採訪過兩個到了明陽中學 他17歲結果來台灣 人家跟他講3萬塊 然後幫你包個毒品你過來 我還包你玩一個禮班就可以回去了 結果就沒想到在桃園機場被抓 就進了明陽中學 我只想說這些年輕人 會不會太單純了 就是因為這些年輕人的故事 我覺得我們 We have to do something 所以媒體在這邊 我覺得這是對 我們剛剛講對於成癮者或濕用者 或濕用者他們的家人和親朋好友 可能會造成的影響 其實是蠻全面 他真的不是只是吸毒的人 或是吃藥的人 他們個人的狀況 他其實是影響到很多的環節 那如果回來談更生人的部分 我覺得我們對 今天其實主題 其實更focus在毒品的更生人 那我覺得毒品更生人這件事情 我也有幾個想分享的 第一個就是 我去到監獄才知道 原來毒品更生人 他們在 因為這個毒品外防治條例 其實他的罪行是蠻重的 可能很關就關好多年 他在裡面的時候 常常會產生共病 所以他裡面的那個生活空間 看起來是很簡單 反正一天三餐 然後我就是作業 我早點睡覺熄燈 他的生活是非常有節奏感的 也不會碰到毒品 你不可能碰到毒品 可是在那裡面 在那邊生活久了以後 因為他們過去有吸毒的狀況 所以你會發現很多骨頭的問題 然後他會開始有一些慢性的疾病 所以這些毒品的更生人 在監獄裡面的時候 常常需要很多的復健 這些是我們不會注意到的 甚至曾經有一個毒品更生人 出來了以後 他去治療他的牙齒 才發現因為他以前 就是吃海洛因 他對於這個叫做 這個鎮定劑還有止痛劑 已經完全失去感覺 他要打七針才能夠止痛 所以這些都是我們對於 毒品試用者比較不了解的地方 就是他們會有嚴重的共病的問題 那第二個當然就是 我們在毒品更生人會覺得 他出雨以後就是另外一個世界 他只要離開監獄就沒問題了 可是大家知道 你們如果有去接過這個更生人 就知道大部分是不是 都是週五早上八點出間的 那這個時候等在外面的 如果不是他的家人 就是寫兄弟 所以出間的那一刻 不是reset的那一刻 因為出間的那一刻 才是人生最大的挑戰 因為他要面對各種的社會壓力 經濟壓力 他開始要找工作 他沒有信卡 他沒有電話卡 他沒有回到家的地方 這些我們過去認為說 那你就應該重新改過資金 你已經離開了 更生人不就應該很快的 你已經離開監獄了 你自由了 可是自由的那一刻 才是考驗的開始 因為一切的壓力才要來 謝謝 那秉明 那秉明 在秉明的故事後面 我在導國度映裡面 有看到這個部分 然後我也想要 今天另外一個角色 也許會讓大家有一個 更3D的一個角度可以來看待 劉明他是一個看到 家破人亡的一個孩子 我今天服務的是 怎麼樣子可以 不要讓家破掉的爸爸 那這個爸爸的話 他過去是有很多的 實用度品的經驗 那也因為他跟太太之間 有長期的試用 跟反复入間 他們的孩子是有被安置的 那當他爸爸來到我手上的時候 其實他是問我說 可不可以幫助我 把我的孩子 從社會局那邊帶回來 不要讓社會局變成拆散局 但是一步的去跟他談的時候 會發現好像 其實我們如果要去 把孩子接回來的話 我們會有一些行政的措施要做 那我們至少要有一個租的 可以比較 這是有環境整潔的這件事情 可以讓小朋友可以比較好的安養 爸爸做不太到 然後後面也確實也回應到 就是有一些貢病的一些症狀出現了 然後也發現爸爸 他也有被家暴的跡象 像他身上有著 像是幾乎在動脈旁邊的刀 而那個是他的伴侶所做的 所以當我嘗試 要連結一些諮商的連結的時候 有時候會看到他對人們 會有一些退縮的反應 他對世界還滿害怕的 這些都可能阻礙了他 重新連結 和人們之間的連結 或者是跟資源值得的連結 最後他目前還是回到毒品的世界 那再回到監獄裡面 但回應到這 Jimmy的故事裡面 我不確定是不是類似 但這是另外一個 是講是關於寶寶的故事 我先跟大家補充一下 秉玲他是諮商心理師出身背景 對不對 對 所以他剛探討的時候 會探討更多心靈上的問題 余生呢 我想把球丟到傅敏江身上 敏江你剛才跟我一起 在聽他們兩個對談時 有沒有覺得說 對於這件事情的理解更多元的一點 有 我突然覺得很想去報道者面試 我真的覺得我好適合喔 就是第一個是因為 像我是那個 歡迎 要開決 就是我自己是一個高中沒念完的人 那身邊 因為愛玩的關係三交久了 再後來我去 我記得我開洗車場的時候 其實我已經是作家了 我大學沒有畢業就寫書 我2003年出第一本書 我大概2011年的時候開 10年的時候開了我的洗車場 我剛開洗車場的時候 我所有認識的朋友就說 喔 你要開來養小弟的喔 就是你知道洗車場是給大家 這樣子的印象 其實我剛剛的感觸 就是聽著聽著自己都入迷 就是非常的入迷 就是像剛剛雪莉講的 就是毒品是有接激 而且非常嚴格的 他的最底端的那個階級 據我所知啦 當然就是我的 我的同事給我的 最底端階級就是巴國阿 巴國阿大家知道是什麼嗎 就是強力交往 那是真的走投無路的人了 那應該是40年前 對 現在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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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我會說現在 我待會會解釋喔 因為畢竟我是作家嘛 我們都 鋪陳是不是 鋪陳 布局一下喔 但是布局這麼多 書還是賣不好 大家要支持一下喔 好 就是 譬如說 最高位階的啊 就是細盒啊 就是剛剛雪莉講的 這個叫海洛英 像我自己之前那個 那個員工 他是一盒啊 是淚海洛英 所以他們的影頭 就非常非常強大 再來就是 安非他命 然後茄子 因為茄子 其實你抓到了 根本就 他們覺得 我又不會被抓去關 這是我當兵的時候 我當兵的時候 我07年才去當兵 所以 我沒有碰到大專兵 大退潮 我旁邊的那一個林兵 林兵 他在中立 很年輕 他才18歲 我入伍的時候大概26、27歲了吧 他18歲 他 墾青的時候 我在成功裡 墾青是不能出去的 就是朋友來 那個來十幾、二十個 那個看起來是厲害的 我說 墾青結束問他說 你是在做什麼的 我在賣大漾的 聽不懂 就是大足的 就是他在賣軍火的 他18歲而已 他在賣軍火的 就是這種東西 到底可不可以在這種場合講 我是不知道 但因為我是作家 大家覺得有點 匪夷所思的時候 大家記得我的專長 雖然我出了很多散文 但其實我專長是寫小說 我覺得他裡面會有真真假假 而為什麼我會說 把國外是最低階 是因為大約七年前 我自己的表哥 我舅舅的兒子 我上一次提到他 也是跟 飛墟溝寫作有關 是我們在講礦坑的時候 因為我二舅舅就是海山礦坑 塌掉死掉的 我母親那一邊 從我外公三個舅舅 通通都是礦工 我二舅舅的最小的孩子 他小時候很憨厚 又高又帥 可是他是一個很憨厚的人 他七年前死掉了 他在路邊 就在路邊死掉了 因為沒有人知道他在哪裡 他就吸毒 然後來回出獄 偷錢 偷錢要幹嘛 加油啊 偷錢去加油啊 他已經沒有任何其他的事情 他每天就是加油啊 我最後一次看到他的時候 就是 我認不出來是他 我在外婆家附近 他躲在草叢裡面叫我 我在我母親那一邊的 小時候的暱稱 綽號叫蜜蜂 小蜜蜂 因為我睡覺屁股會翹起來 就是嬰兒的時候 我在想蜜蜂 聽到人在那邊 蜜蜂 蜜蜂 我覺得好恐怖喔 大家知道我寫了很多鬼故事嗎 也可以上博客來支持 白天我就覺得怎麼有人在叫 而且都沒有人 他真的躲在蜜蜂叫我 然後看到他 想了一下才知道是誰 然後我就問他說 欸 你怎麼在這裡 為什麼躲在那個草叢 就露一顆頭 然後髒髒的 他跟我開口第一句話是說 你有100塊嗎 真的 他一開口是你有沒有100塊 因為他已經走投入路道 他就是 我不能跟大家講強力膠怎麼吸 那個會 一吸強力膠的整個就會變得沒有用了 真的你就會看到 非常多就是他可能 奇摩在路上的時候 就是已經在那邊亂晃 然後路上大聲尖叫的 他已經會變成這個樣子 他最後就是後來就沒了 這樣子 所以他是最底端的 那我自己的話 我在 就是面對到我幾個 那個 同事 沒有一個例外 就是家裡都會有一些 原生家庭的問題 這個是確實的 就是 有些東西不是我們 來這個世界上可以自己選擇的 可是因為你的環境 它會讓你更沒有抵抗力 這個是我的感受 並不是代表說 他的家庭就是最糟糕的 像我剛剛說他在哭的那個 古天樂 他為什麼會哭呢 因為他跟我說他已經在台中 他也是在做汽車美容 14歲就出來做汽車美容 他以前做的是一站式的 就是每天一直洗同一顆輪圈 然後車子就一直往前開 那個賺很多錢 在台中非常有名 在以前的中港路上面 現在帶有台灣大島 他爸爸 他媽媽沒了跑掉了 不是沒了是跑掉了 他爸爸就是也常常不回家 他就自己一個人去打工 然後賺錢 然後他爸爸偶爾回來的時候 就是會買蚵仔煎給他吃 他就是會把他叫醒 他起來吃 他就吃 所以我那天買蚵仔煎給他 他就哭 一直哭 然後他才跟我講這些 他過往的事情 我也會覺得非常的 就是非常的心疼 但我也還是要老實說 我人就是一個反派的角色 有一次人不見了 沒有跑掉 在我的洗車場裡面不見了 我洗車場總共60坪 不可能找不到人 在廁所 我廁所分兩間 一間是客人用的 一間是我們員工用的 一間是我們員工用的 在後面 找不到人 去廁所 門鎖著 我就做了一個最糟糕的事 其實我到現在都很後悔 非常後悔 就是我把門踹開 我為什麼把門踹開 因為我怕他在裡面吃藥 我必須老實說 就是有這個想法的 那一刻起 其實我對我自己是死亡的 非常非常失望 我把門踹開 他在幹什麼呢 那個時候 智慧型手機都還沒有開始的時候 他蹲在馬桶上面 玩手機遊戲 玩一個太入迷 畢竟他還是小朋友就忘記了 就蹲了十幾分鐘 就一直在玩 他就看著我 就說 老闆 我說你在幹嘛 我在大便 我說為什麼那麼久 我搭不出來 我就好 我就把門關起來 所以這個也後來衍生 我等一下會講的另外一個故事 就是我的做法會有一些改變 但我在把門踹開的那一刻 其實我就是那一個 歧視他的人的歧視 我可以感覺到 就是我把門踹開代表什麼 我預設的 我預設他在裡面 加油 所以就把門踹開了 然後喇叭鎖後來我自己換 就是他喇叭鎖就鬆掉了 就自己換 我一邊鎖那個螺絲的時候 邊反省吧 邊反省 沒有沒有 我一邊鎖到螺絲就說 嗯 下次敲門 對 就是 我還是想要跟大家講 就是我們不管怎麼樣 就是社會不管怎麼樣教育我們 就是有各種各樣 像我前天才收到一封信 是我店裡的E-mail 收到一個是 政府有安排更生人去洗車場 學習的 對 就是我們不管怎麼樣想要去做這些事情 在做的時候 譬如說我會去讓 你看我光這樣講就政治不正 我讓更生人來我這裡工作 你憑什麼 就是我面試的時候 我不會把它當成是任何的錯誤條件 就是大家來看你認不認真 你有沒有學過 就是這些簡單的條件來確認你要不要來上班 光是這一點我身為一個業主 我都不見得做得到 而且我還寫書 販賣這些悲情故事 這是多麼可恥的一件事情 對 所以我的想法就是 大概就是這樣 直到現在我都不敢保證 我100%能夠做得很好 甚至連50%我都沒有把握這樣子 好 那蜜蜂我想問一下 唉唷 出去之後忘了這件事 不然我要滅口 你剛才談到 像你直接踹門這件事情 沒有敲門還修喇叭鎖 就表示你對於他們 是有某些刻板印象跟基地印象的 所以我想要反問一個問題 你認為你從一個雇主身分去看待他們時 你覺得身為我們可以做哪些事情 是有助於幫助這些讀音者 重新回對到這個社會上 我覺得雇主可以做的事情確實不少 這個是我後來的感覺 第一個是我要 營造怎麼樣的環境給他們 我曾經犯過一些錯 就是我這邊除了更生人 毒癮更生人以外 我還有一些 比如說中措生 智能不足 成長手冊 我通通都有 甚至有已經退休的 年紀都足以退休的人來 我記得有一次 就是雖然跟毒品更生人沒有關 但是它是一個概念 就是有一個 中度成長手冊 他是有中度智能障礙 拿成長手冊的員工 他就是在洗車 然後他把車子洗一個 好像後視鏡掰到了 然後就被罵 被我店長罵 痛罵一頓 我就 我都不會當場制止 因為這樣太不給店長面子 我就等到結束之後 我請店長進來說 你為什麼要這樣罵他 你為什麼不可以 因為他就稍微反應會比較慢 你為什麼不能夠好好的跟他說 我站在一個 我那個時候大學畢業生 我店長國小畢業 那個時候 個頭矮矮超強 就是汽車美容界的神 他真的超厲害的 他一個人可以PK兩個人 做得更好更快 所以我也會怕他 因為我覺得他太強了 我說你為什麼不能夠 再溫柔一點跟他說 店長怎麼回答我呢 大學畢業生 當年就是已經出版了十幾本小說 也曾經很紅過 雖然現在沒有人知道我是誰 店長跟我說 他有什麼不一樣 你幹嘛一定要跟他好好講 你跟他好好講就代表他不一樣嗎 他就修理了我一頓 我一開始不能接受 我覺得不是這樣子的 我只是說他反應慢一點 因才失叫 可是後來我沒有反駁他 因為我發覺 好像我的店長才是對的 就是你為什麼要對他比較好 你在對他比較好的這一個過程中 是不是你很相怨的覺得 或者是你很高尚的覺得 你就是比他厲害 在面對多平根深深的時候也是一樣 所以我覺得我也 我後來學會了之後 我也不太會去預設任何的事情 我只能觀察到 他的工作比我其他的年輕的夥伴更好 偶爾會消失 但是可能過幾天他還是會出現 我不能夠去預設任何他 跟我有什麼不一樣 而有差別的對待 譬如說 我不能跟他講說 你今天看起來好像比較累 你要不要去休息一下 如果我沒有跟其他的同事這樣講的話 我就不能這樣跟他講 其實所有的這一些 我的過往的這一些同事 他們每一個人都很細膩 你只要稍微有一點點差別的對待 對他們來說那就是一個傷口 而且他們都會記得 而且他們都會記得 這個是我其實身為一個非常不好的 分本說不好 非常不算很成功的 很小很小的洗車場的經營者 學到的很重要的一個課題 我認為這一課也是許多人 可能會不經意犯的錯 原本以為自己是好心 所以特別留意 或者說給他特別樣的好處 但其實這件事情 可能會造成更多的問題 那我想問你雪莉 就你來講 你覺得我們可以做哪些實質的幫助 可以幫助到這些賭贏者 復歸到這個社會呢 因為我沒有一個洗車場 所以我就沒有辦法僱用 但是我只是有一點好奇 就是說像這樣子類似CSR的狀態 我自己覺得更大的企業或公司 他可以承擔的風險是 再稍微高一點 對 以你這樣子的規模 我覺得你要承擔這麼多 就是普遍來說比較脆弱的人 你會滿辛苦的 我目前 我這樣說並不是要給大家任何負面的 或是違背我們今天的主題 但我目前每一個更生人 獨一的更生人 目前都欠我錢 不管找得到人 我找不到人 但是他的欠錢是預支薪水 所以我不認為他有什麼問題 只是他預支薪水 但他可惜他沒做完 所以對我來說會不會負擔很大 這個就像我們這種小企業 你要幫一個員工加薪 每一個員工加薪一千塊 我也只加三千塊而已 但對大企業來說 他一個員工加一千塊 六億可能是這樣子 而我們也找不到人 很多時候來找我們 需要這份工作 勞力活 也就只有我們了 而且我又比修車的簡單 基本上在座的各位都會洗車 就洗得好不好也沒有方法而已 我就是一個這樣子行業的人 所以我們雖實是承擔 有一點好像在社會上承擔的不成比例 但那其實也是這一個行業 他所必要的善跟惡 那剛剛文生問我說 我們可以做些什麼嗎 其實在寫這本書的過程當中 我到現在還是持續覺得 有很多需要補課的地方 包括說我們知道很多的慢性病 就是糖尿、高血壓 很多是家族遺傳 會有基因的問題 那我是在做這個題材的收彩發現 其實藥酒飲這件事情 不管酒飲或者是藥物成癮 它有很大一部分是基因的問題 那當然有先天的有後天的 曾經我記得在 有一個醫生跟我分享過 在1981年有一個就是研究 一個酗酒的父親 他的孩子會不會酗酒 酒發炎師會酗酒的 但是如果一個酗酒的父親 把他的孩子交給其他人 換一個環境來撫養會不會酗酒 結果沒有想到很不幸的 在這個環境 另外一個環境長大的小孩 他還是酗酒的 那這裡面這個研究 帶來非常多的爭辯 就是有很多的辯論 就是先天跟後天的問題 到現在還是沒有一個共識 但是大家都知道 會理解的是基因在成癮的部分 是扮演相當的角色 那我們要說這件事不是說 都要怪給基因 但是只是不能夠忽略基因這件事情 就好像有人活在 就是含著金湯匙 然後剛剛也談到有些人就是家裡 因為我知道非常多礦工 如果你去看趙德映的 就是採浴石的人 那些在很冷的地方 或是很艱困的地方的人 他要去採浴石或是挖礦 他要費很大的體力 然後他要很專注的精神 最後都是被 就是會有人上下其手 就給他們可以提神的東西 所以這是跟後天的環境有關 但是他也跟先天的基因 可能也有關係 所以我們在理解這件事情上 我知道有些人會說 他就開始了 他自己選擇了 但是是不是我們真的 真的可以選擇呢 就是我們今天在座的人 可以好好的在這邊 專注的聆聽 甚至可以聽得懂這些話 其實很多毒品更生人 在獄中很久以後 他出來他其實文字能力 和表達能力都是有限的 他要怎麼樣重新跟這個社會接軌 所以我的意思是 我們剛剛從一開始談到 適用者的多面性 多樣化 還有就是毒品更生人 他在監獄裡面到監獄之後 他為什麼在兩年後 有51%的人又會重回監獄 因為他又持續吃藥了 這個過程就是因為他 實在卡不住這個社會的軌道 所以我覺得只有真的了解和 知道這件事情 然後知道吃藥是一個有明應的 就像我們男女朋友如果分手 會不會覺得 我看到他給我的戒指 或是什麼 我會不會有感受 還是會有 那有些人 他看到寶特屏 看到針筒 然後看到DVD光碟 他就想去磨了 就是那個記憶他基本上很難抹滅掉 那怎麼樣 我們能做的就是說 除了了解他可能有先天或後天的可能性 他的狀況 他個人的生命史 另外一個就是不要去觸發 這些可能會讓他再重新求藥的過程 譬如說我們去喝一杯 那你千萬早死了 你真的害他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從理解 然後甚至知道藥酒飲的過程 其實他很複雜的成因 然後不是每一個人都有這麼多的機會 和抵抗和環境 可以去say no 那他是一輩子的腦內戰爭 這也是我們一直在這本書裡面談到的 就是他常常是走一步退兩步 走三步退十步的狀況 那如果他犯了一個錯 你要不要再給他一次機會 他們很需要機會 可是常常 富米上這個例子還是好的例子 我們聽到太多就是 他跟很誠實的跟雇主講說 對不起我曾經是毒品更生人 喔好 再聯絡了 沒有人會給他工作機會 甚至我不太確定 就是其實根保還有 就政府有一些好的制度是說 可以幫助廠商 如果他願意聘雇毒品更生人的話 我們會補助三個月到六個月的一些津貼 那我有聽說過也有很不好的廠商 在領了這個三個月到六個月的津貼以後 就把人FIRE了 那這些都是很真實的事情 到底他們要有誰給他機會 好 先謝謝雪莉的分享 其實你剛才所講到的時候 我想到我之前一個在書 我那談一本心理學的書 當時我提一個例子 就像是我騎機車通勤嘛 那如果今天機車停在這邊 等我回來取車時 我發現旁邊的車子怎麼靠我那麼近 我可能會想說 這台機車停機車的時候 怎麼會這麼的遏制 可是我們不能夠依現況去推測 他當時一定是有一個惡意 或者說可能今天吸毒者 他就是可能動沒掉啊之類的 這種情況出現 我們應該要假想 我們今天的情況 可能是很多幸運所鑄成的 並不是每一個人都可以擁有 跟我們一樣的情況 這是我剛才聽完雪莉之後 我自己內心的感受 所以秉林 你來收尾一下 身為一個個案管理師 當你在協助這些 毒癮更生人富貴社會時 你覺得我們可以做哪些事情 或者說有哪些認知 是可以實際的幫助到這些人的 我其實我覺得 光是不只是今天來到現場的觀眾 還有在線上聽著這個廣播的大家 其實都是在做的很棒的一步 是在嘗試了解 毒品更生人或是成癮者的處境是什麼 這是對人來說最重要的 那確實我也會想要稍微追加一下 就是雪莉剛才有提到 成癮的那個基因的部分 那個比例是高達四成到六成 那個東西是代表著 你是否對於物質會成癮 所以這個比例以身邊的家人來講 其實都是有 或是兄弟姐妹都是非常有可能的 如果不是你 那如果是你旁邊的家人 那我們可以怎麼樣子 來和他們一起相處 另外就是 常會有一個說法是說 你就是意志力不夠堅強 所以你才沒有把戒 但是根據研究的話 只有4%的人能夠透過 意志力這件事情來戒毒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我們會有這麼的 需要不管是毒防中心 心慰中心 跟保等等的一些機構 從不同的面上來 協助不同的人的樣子 這也其實也回到的是 因為我們的使用者 他的意志性的非常的強 而我最後想要補充的是 回應到剛才傅敏江提的部分 是那個踹門路 然後發現他在看手機 玩手機的這件事情 所以作為個案管理師同時 自己那個掙扎也是非常的強的 也就是 這對我來說 可能不只是使用者 而是來到了這個民眾 我也都需要用同樣的方式來看待 因為今天除了我要去做輔導以外 另外我們也有可能有 相對應的一些福利措施 或者是可以來做申請的 我如何去信任或相信他 讓我知道的事情 而中間他過去的事情 可能或許就會影響到我他的評估 對我來說的話 如果回到在 毒品更生人或是 這一塊的話 我一個想像 可能有點抽象 如果聽我懂的 請現場大家幫我回應一下 那個想像他是一個黑和白 白的話他是 乾淨的 無毒的 是正確的是美好的 是優勝的 OK 好 黑的部分是 使用 是用非法的藥物 是毒品 然後另外也加上的是 可能是try camera 或是一些歧視 那我們中間有沒有 像剛才所提到的 是當try開以後發現 他其實在用手機裡以後 開始有些思考 原來他跟我剛才開始的那個故事一樣 他在用藥之後 他其實可能是工作累了 所以眼眶是黑的 他不一定只是因為用毒品 所以身體不好 他在裡面那麼久 不是因為他用毒品 所以中間那 黑和白之間那點灰 是我們可能透過 像這樣參與的了解之後 去拓展那點灰的可能性 那我可以補充一下嗎 當然當然 怎麼這麼客氣呢 講到踹門這件事情 我有一個 有一個受訪者 一個男性 他就是反覆的使用毒品 但是他說我要戒 我要戒 他跟老婆說我要戒毒 但是一直沒有成功 可是他後來有一次就下定決心 他們達成了協議 在他上廁所的時候 他絕對不關門 就是有時候 you have to earn other people's trust 而不是只是說另外一半 或者是要別人一味的相信 然後那有時候可能是一個illusion 或者是你只是想像一個 對我們可以想像是白的 我們可以想像是好的 可是如果不是呢 所以我覺得那是個彼此的學習的過程 那在這個過程當中 因為他就是真的一年都沒有 關門 結果真的讓他太太放心了 大家可以知道 如果有一個試用者 他長期的試用毒品 然後他買毒品 他把家裡的東西全部拿去變賣 你知道家人會多麼恐懼嗎 過一個受訪者也是這樣 他就決定從高雄搬到台北 因為他不想回去 他有任何試用的毒品的地方 民營的地方 他知道他只要在台北 他爸爸媽媽就多安心一天 對這個是他不太敢回家 回家就是兩點一線 從台北回到高雄 回家以後絕對不出門 然後再回到台北 因為他怕自己沒有辦法抗拒那些過去的朋友 以及那些曾經的誘惑 所以我會覺得那個意志力雖然4% 你剛剛說4%可能可以成功 可是其他的人那個不管是社工或者是官戶人 或者是個管司或者是僱主 只要有願意信任的他人的時候 我覺得試用者本身自己也要拿出相當的決心 來跟這個相信他的人互動 對 想不到踹門這件事情可以引發出那麼多的討論 是不是福米江 對對對 就是大家下次不要踹門 就開門就好 敲門 敲門 好 那我總結一下今天三位所講到的 我們先感謝福米江他帶來他身為僱主 跟這些讀音者或者更生人相處時 然後他一開始的膽怯跟會來遇到的問題 那也很感謝秉玲今天帶來他協助這些讀音者 在富貴社會時所遇到的 可能周遭的人啊 或是主力跟助力等等的 那非常感謝雪莉今天補充了很多 他在走訪時所見所聞 以及補充像是剛才所講到的 浪女很難回頭這件事情其實有點嚇到我 因為就是大家可以想像一個浪子要回頭死 好像家人覺得說你好像可以做到這件事 可是你說剛才這個浪女要回頭死 家人會把他直接趕出門對不對 而且當男人賣毒的時候 最後頂替的很多時候都是女人啊 對 就是今天我覺得提供很棒很棒的資訊給我 帶給我很多很多的反思 所以我覺得總的來講 我認為剛才所談到的 就是我們不該這麼片面的 只這麼單一的去看待毒癮 適用者也好 或者說毒癮者也好 應該是去試著了解他們 然後這樣子我們對他的理解 才不會那麼的擔保 先謝謝三位今天的參與 聽完三位來賓的分享之後 在場有任何想要針對剛才的訪談內容 或者說你本來就帶著某些疑問 像在這邊詢問的 可以舉手來問一下三位來賓 有的嗎 你第一個 這三位問你好不好意思 你先 謝謝我想要請問就是剛好提到 毒品歧視鏈的部分 那這個歧視鏈的行程是根據什麼會決定 是根據毒品的價格嗎 或是根據什麼因素這樣 我蠻好奇的 謝謝 兩位可以補充 剛剛她有提到那個強力膠嗎 強力膠就是用品店就可以買到 它是非常非常便宜的 像大麻它的價格就非常的高 那我覺得一個是價格 那另外一個就是 為什麼吸大麻的人常常會說 自己不會上癮 他覺得他在吸的是天然的東西 所以對於天然跟化學 可能也是一個區別 那我覺得價格本身當然也是 還有就是 哪一個群體在使用 像安菲他命其實是蠻多百里 當然也有蘭里在使用 但是也很多百里在使用 可是K他命或者是咖啡包 常常就是很年輕 他可能五六百塊就可以買到咖啡包 然後他是在就是 可能Pub裡面 或者是小朋友 小朋友覺得很開心的時候 或者是笑氣 笑氣他的價格也不會太貴 所以越是新興的東西 年輕人越想嘗試的 他們可能不會透過針頭 或者是古老的方式 他可能就是用泡的 所以新興的這些事情 可能比較成人或成熟的人會覺得 這個不是我們這個社群喜歡的 那這個就是從價格 然後使用的習慣 還有使用的社群 他可能會有出現一個歧視鏈 謝謝 好 謝謝 好 那下一位 後面那個先生 不好意思我想要請問一下 就是剛剛Sherry 在最後面有提到就是 關於毒品使用者 可能他在對於社會包容上 他需要有一些相對應的回饋 會給他周遭身邊的朋友 或者是雇主 所以比較能夠達成一個正向的回饋 但我想要問的問題是 你覺得在食物經驗上面 是讓那些吸毒的人 不要吸毒比較難 還是讓沒有吸毒的社會大眾 去接受他有吸毒給他機會 這件事情比較難 我覺得都超級難 但如果你真的要我選擇 我會說如果他已經是成癮者的話 嚴重成癮的話 他要藉癮到脫癮 還不是減害喔 減害的意思是說 我每個禮拜吃7次 吃7次 我減到3次 我覺得這就已經是很不得了了 但是如果你要讓他從 藉癮到脫癮 完全沒有癮這件事情 我覺得比登天還難 如果他吸用的是海洛因 你知道藉海洛因 如果他能夠藉掉的話 我聽好多周邊的人 包括醫生 包括檢察官都說 如果能夠藉掉的話 那個餘工都可以移山 因為海洛因在發作的時候 是像萬隻螞蟻在爬的 那個是非常難受的 是會打滾的 所以如果真的要做這個選擇 你說誰難 我會覺得 藉癮這件事情 真的是比登天還難 對 那如果 我剛剛舉這個例子 不是 我只是要說 如果我們只是一味的 讓所謂他者來 善意他者 第三者 我覺得那個當然是有點 就是 如果是理想的話 是最好我們都能夠給機會 可是 世界不是這麼運作的 就像剛剛傅米昌說 他還是會想破門而入 這個真的是很本能的事情 因為如果我被你騙了很多次 很多讀贏者跟我講說 那個只要知道他是讀贏者 為什麼我們今天談標籤 只要被人家知道 他曾經是讀贏者 而且或者是他 他甚至就是卡了其他的刑罰 那個眼光是一輩子都在的 甚至一個眼神都能夠入罪 所以我覺得給機會也很不容易 但是我覺得現在有很多治療性社區 然後包括今天在談這件事情 都是希望大家能夠從很富士的視角來看 適用者的狀況 所以我覺得給這個字也有一點怪 就是說我們能不能夠用更同理的方式來理解 這是我們能夠做到的 我覺得兩個都很難 對 這個就是我的回答 但是借贏真的是太困難了 對 那我就會有想要有第二個問題 就是如果覺得 即便你們研究了這麼多有實務經驗 或者是有相關雇用 讀贏更生人後面的經驗 那有沒有到現在你們依然還是覺得 你們有這麼多的經驗過後 但你們還是很不了解的事情 就是或者是想要繼續探究的一些問題 那我先回答好了 然後再請你們兩位 我自己比較很想知道就是說吸引力法則 其實我們現在在您剛剛問的問題就是說 我們社會可不可以提供更多的機會 不管是跟生人這個工作的機會 或者是對於這些毒品家庭他們damage的程度 我們怎麼提供更多的協助等等的 但是你知道嗎 其實在美國和西班牙 他們在討論這件事情的時候 他們社會某種程度也有相當 可能比我們台灣更高的公司是說 我們就要盡一切的力量 提供這種care center或是health center 然後去讓吸引這些人出來治療 來介治 不管是心理的還是生理的 或是復健的 共病的 那這個就是一種吸引力法則 他們談的是我怎麼把人吸引出來 讓他願意接近我 讓他不要討厭官方的人 讓他不要討厭譬如說 毒防中心的後追電話 因為他被你關過 我們剛剛還在聊 其實我逃避你都來不及了 我去到關護人那邊報導 我第一眼我怎麼可能跟關護人說實話呢 那關護人一定要你驗尿 你可以想像驗尿跟報導這個關係是多緊張嗎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當我們看到很多國家 一直想把人吸引進來做治療的時候 我們是還在思考說 我們到底要不要治療他們 我們要不要把他們當病犯而不是罪犯 我們要不要把他們當作一個慢性病患者來治療 之前在採訪前政委羅秉承的時候 他講了一個很有趣的就是 法務部矯正署 然後教育部跟衛福部開會 四個單位開會 結果法務部跟矯正署就說罪犯 然後教育部跟衛福部說病犯 就是mindset是完全不一樣的 所以在這樣子打架的狀況下 我們受的背景不一樣 我們對於這件事的認知就會很大的差別 那我只是要說如果我還有想知道 我想知道外國到底在戒指建議上面 他可以怎麼樣更鼓勵這些人出來治療 因為我們把他放到一個更陰暗的角落 這件事不會解決的 這絕對是衛星撞地球 你以為他就會不出事嗎 不會啊 因為他跟我們生活在同一個土地上 這是我更想要知道 我們怎麼進一步可以多做一些什麼事情 謝謝 那其他兩位有要去回答 剛才他所提問的問題嗎 就是在面對毒癮患者 幾乎什麼都不知道 因為每一個人的狀況 我從串門到現在已經非常不一樣 但是回去不要寫 今天回去寫那個在IG上面寫 今天要那個誰帥門 就忘掉 我記得我有一個員工 後來他就又開始回頭用藥了 就消失了 透過監視器可以看到他離開的前一天 在西內莊的時候 因為我們西內莊就是一個位置 結束之後換一個位置 不太會有人在做事情的時候抬頭 看店長看監視器 然後再繼續做 這是不太會發生的 依照我的經驗 就是嘗試判斷而已 他那一天就提早下班 那天我不在 他跟店長說他要去哪裡 朋友有事 但他沒有摩托車 他就是要去板橋一趟 OK 我的洗車場在林口 我不在 店長說OK 你就先回去吧 下大雨 隔天之後就再也沒有來了 好幾天都沒有來 後來才看監視器才發現這個事情 為什麼要看監視器呢 因為那台車的客人打電話來說 他車上有五萬塊 是修車的錢 因為他洗完車就要去修車了 五萬塊 不見了 一直到現在這一個時間 這一秒鐘 大概經過四年了 我的那一個 離開的那一個用藥的前員工 都沒有從我這邊 被問過一次 你有沒有拿到錢 我都沒有問他 為什麼 因為監視器可以拍到他的動作不尋常 但是監視器沒有辦法 他又不是警察的密戀器 裝在他身上 我沒有拍到他親手拿走的那一刻的影像 所以我不能去問他 我最感動的不是我這樣覺得 而是我的店長 我店長先去調監視器 因為他先接到客人的電話 他才過來跟我講 他說他有看到這個 但他親口跟我說 我們沒有拍到他拿錢 所以不能跟他講 我店長就是高中畢業 職業軍人 然後自己拿了退伍金 賣早餐跟烤魷魚 倒閉了來我這邊做 一桌做了到現在十幾年了 就我很感動 這只是我們可以做的 這是我們不理解的 但是我們可以做的 我沒有去問他 你是不是趕快連夜衝去買藥 我害我賠了客人五萬塊 誘惑 有錢他就放在前面誘惑他 拿到了他也還在他的生活圈裡 他還是可以立刻到他以前熟悉的板橋沒有很遠 他那些賣藥的朋友 有藥的朋友 可以的他可以弄得到 後來經過一個禮拜回來之後 整個人臉脹紅 然後走路晃來晃去 一看就知道在退藥 但還是不問他 你就不能問他 為什麼你就沒有拍到 沒有一個人想要被問這種問題 我覺得這就是我們所不理解的 在面對要讀贏者要贏者都好 因為我們很少講讀 因為我在身邊每個都用藥的 這樣子 這些用藥的人 他到底他面對 他在那一刻面對的是什麼 是很難想像的 但我覺得我還能做什麼呢 如果假設我還有這樣子的同事的話 我會希望給他一個空間是好的 我一直認為那個空間是好的 他就會離成功再多進一步 或者是就像剛剛雪莉這樣的 那個是非常非常難的 我講真的那有多難呢 我今天戒了六十幾次 就光煙而已我就戒了六十幾次 你看那個用藥要怎麼戒 我常跟他說戒煙有什麼難 我每天都愛戒 今天戒完明天繼續戒 因為永遠戒不掉 這個本來就是非常難的 但是我一直認為一個好的空間 我那個同事要離職了之後 過了很久他又到邊上面讀我 當然他讀我是要跟我借錢 但他至少他跟我講了一句話說 他真的很感謝我給他機會 他後來就是像我們剛剛說的 他後來去當臨時工 但他至少有去做事 比較有很多用藥的人 到最後真的已經ㄎ到 他沒有辦法做事 就會像我表哥一樣 哪天在路邊然後被撿到的 人沒有了 所以能做的跟不能做的 我們還能做些什麼 這個一直都懷疑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在每一個位置上的人 就像今天大家來參與這一個活動 我覺得這都是很重要的 他是不是可以給我們打開 打開另外一個視角 我們永遠不要總是 站在他者的立場去看待這件事情 因為有一天我們會是共同者 他的邊界其實並沒有那麼明顯 其實你身邊 你所不知道的莊王像 應該有很多人在用藥 這是我自己的經驗 這是真的 所以再多一點思考 或者是多一點對自己的想像 我覺得這些都是很好的 大概是這樣 兵琳 對我來說 這是一個真的很難的一個問題 但我想先從學歷 剛才提到的東西開始 剛才從罪犯到病犯 這個詞對我來說 在學歷提出來之前 我就有想過這個問題 在這些詞的轉換裡面 我們並沒有提到人 也就是好像當一個人使用了毒品 或是他被判刑了 他人的身分就不見了 但是我們怎麼可能去 在這樣子的狀態 然後去治療他嗎 或是改變他 或是讓他更好 這對我來說 是一個很弔詭的一件事情 在我手上的 讓我稍微做一下統計 其實我們會稱之為三光 也就是 沒錢 沒工作 跟沒有房子住 那這群人在我手上 平均年齡大概40歲左右 延續這個剛才是 在一個人的狀態下 他如何去看待 可能沒有遺跡之長 沒有地方住的 這樣的生命處境 同時也許他可能有著 要贏的狀態 他想往哪裡走 而我們旁邊的人 又有什麼樣的可能性跟機會 可以和他一起走 現在我還沒有答案 但是 或許這個也許就是 大家以往後可以討論的 謝謝秉林 那現場還有任何一位想要問一下 三位來賓的嗎 我想問老闆一提 就是 剛剛講的那個踹門的 就像老闆自己講的 出於一個 我是不是該阻止他 在做什麼的那種出發點 然後就是踹了當下 可是又立刻就是 覺得說 我是不是有一些錯誤的預設 有沒有情況是反過來 就比如說 在一些老闆自己沒有意識到的情況下面 跟他們講了一些什麼 或者是說就是 言行互動之間 就是那種很下意識的 然後他們會覺得說 欸 你是不是有用不一樣的眼光在看我 有過這樣子的經驗嗎 用要者沒有 因為這個其實不是他們沒有感覺 而是 就是 我所認識的 有在用藥的同事 通常表達能力都 不是很好 他想要跟我講 他可能就會 瞪著我 但是他 結構不出來 我曾經跟一個用藥者的員工問他 就我們中午是買飯回來吃 他知道 面試的時候我跟他說 就是我們現在是給你錢 你自己買飯吃喔 每個月給你 他就中午到他就走出去了 一個小時準時走回來 我說欸 跟他溝通 不好意思 就是我們是在 買在裡面吃 可以請同事一起買 或者是你自己去買都可以 他就看著我很想解釋 但他解釋不出來 所以我其實是沒有遇到 所有的 對於自我的 我不能說自我質疑 而是說自我的省思 或者是 所謂政治正確 政治正確 目前是一個被污名化的詞 半污名化的詞 就是我們所有東西都要帶 不能帶著什麼眼光 雖然它很難 但有些時候 進步的 從進步的角度來看的話 如果我是可以真正的 擷取他好的地方 不斷的成長的話 我也會適當的得到內心的平靜 我說的是平靜 而不是覺得我自己變得更厲害 譬如說 我下一次 我真的就再也沒有踹過門了 我是不是也有員工在裡面很久 有 敲敲敲敲敲 就聽到沖水聲就走出來了 我說哇 這麼巧 我就是這樣跟他說的 哇 這麼巧 就你在裡面二十幾分鐘 我一敲門你就出來了 就剛好剪斷了 簡單的意思是 剪斷那個休息的時間 他就很尷尬說 沒有啦沒有啦 就在打混嘛 對不對 我同時身為固者 我就要面對 他真的在打混 或者是他真的不舒服 或者是他可能在做 違法亂計的事情 唯一的做法就是 我們用同樣的標準就好了 就說OK 我都先預設他在打混就好了 因為最有可能的 九十九%都是在打混 包含我自己 我也曾經在很忙的時候 躲在廁所裡面 我說不要叫我出去做 我好累喔 對 都會遇到的啦 所以 對我來說大概就是 讓自己成為一個 這個其實是我 我剛剛講到那一個 智能有點障礙的同事 教我的 他跟我說 老闆 我想成為一個有用的人 所以他來我這邊學洗車 其實他這句話也點醒了我 我也想要成為一個有用的人 雖然說我們走的路不一樣 但我其實也是一個沒有用的人 想要慢慢成為一個有用的人 在很多的觀念上 在很多 看待世界的眼光上 我覺得都是這個樣子的 謝謝 謝謝老闆的分享 真的很real 那我想問秉玲一題 就是 當個案走到你的面前的時候 就諮商嘛 那我覺得我們今天可以 就是退回來稍微講 比如說 心理諮商 就假裝文森是我的諮商師 那我今天也是第一次跟他見面 我私裡面是帶著很多的 比如說 困惑 或者是我自己走不出來的瓶頸 我知道我需要求助 我來到 諮商師的面前 但我畢竟是跟他第一次見面 會 某個小角落也會覺得說 我怎麼可能 跟一個第一次見面的人 我就跟他全盤脫出 就是 直接洋洋沙沙沙的講說 啊我遇到什麼人 甚至有一些是 諮商師他需要去發揮他的專業 去挖一些 個案比如說成長經歷 一些所謂的蛛絲馬跡 然後就是慢慢的推敲 有這樣的一個過程 那今天回到他如果是 又再加上他是一個讀音者的這種 這個說因素好了 或者是說他一出來他其實就 需要面對社會非常多的 比如說異樣的眼光 或者是一些很難撕掉的標籤 他比我們這樣子去做個心理諮商 那個困難度 對他來說一定也是更難 他可能會對於社會 就是他自己也會有更多的防衛心 就比如說 那他今天來到諮商社面前 會不會他的敵意也更強烈之類的 就是說在最一開始的時候 你們要如何建立那個信賴關係 好所以我再重新稍微整理一下 所以你今天是一個自願來自商的一個人 然後但是你不太知道你要說 怎麼說你的狀態 然後同時你有另外一個議題是 你有覺得可能有被污名的一些狀態 然後是也是你的想要討論的議題之一 這樣對嗎 好所以我猜成兩個部分來回應好了 第一個如果是本身有要應者的朋友 那想要進行心理諮商 現在在可能很多的醫院或者是在診所裡面 在藥酒飲這部分是有這相關的專長的心理師 那我相信能夠把這放到自己專長上面的心理師 是相對友善的心理師 請大家可以放心的去找他們 第二個部分的話是 關於自己怎麼和這個社會相處 也就是自己和這個社會的關係 這個社會對我有敵意 或是對我貼上的標籤 但是他貼我 我就要被他貼嗎 我可以拿掉啊 當然就是回到我們的生活當中 Yeah 我們就是會遇到一些對我們不友善的人 但我們有需要跟全世界的人相處跟他們做朋友嗎 Anyway 這個東西都是可能是在諮商中可能會討論的東西 但回應的事情是 作為一個要應者的個案 怎麼處理社會對於要應者的污名這個議題 是可以和心理師來做討論的 謝謝 那換這個紅色外套的先生 謝謝各位三位來賓及文生 那其實我的問題就是也希望就直接問你們十個這樣子 那同樣的問題兩個 同樣的兩個問題 第一個關鍵就是說 其實我們標題就是讀音者回得來嗎對不對 回得來 回去哪裡 因為我們講recovery 復原 我們到底希望他們復原去哪裡 成為一個怎麼樣的狀態 但這個復原怎麼樣的狀態 我們可以回到那個所謂的 共感這件事情 到底如何去統一這些要應者也好 對不對 我們希望他如何也好 一個觀點 一個觀點就是說 我們如果把他當成一個人在看 我們講一個人這件事情 對不對 如果把他們當成一個人在看 這是所以說你們覺得 什麼是人 因為我覺得人才是我們能夠讓他們回來 跟把這個所謂標籤撕掉的關鍵點 不是嗎 我們把他們都視為人 跟我們一樣都是人 我們才有那個機會把那個標籤給撕掉 所以你們怎麼看待人這件事情 什麼是人 好 我先來 雖然說你的問題有點廣 但是我針對我的理解來解釋 第一個我覺得回到哪裡 對我來講應該回到一個 他們原本最習慣最舒服的那個生活圈 跟朋友圈 可能是在佔人讀你之前 或者說某一個時刻 他有辦法重新重新融入社會 然後大家對於他的理解會足夠多 那你覺得身為人是什麼 其實對我的理解來講 我會相信人是有多樣性的 而不要用現況去看待他這個人的成與敗 是好的還是壞的 應該是多去理解他 那我覺得人是立體的 人是多樣性的 是我對一個人的理解 這是我的回答 復原這件事情我們講 復原這兩個字的寫法就是原來的原 但是我們過去會認為 好像一個人要回到原來的原點 可是當一個人經歷了很多 不管是家裡有人 重要的他人過去 或者是他的關係的改變 又或者是他大腦的病變 這些都可能讓他回復不到他原來的原點 所以我會比較喜歡用一元復始的原 對這個可能是你已經想要的答案了我感覺 對所以我不會用復原回到那個所謂原來的 假設說有一個人他在未成癮前 他是一個大家都覺得很好的父親 很好的另外一半 但是在經歷過他成癮脫癮借癮 或者是減害的過程當中 可能大家都要有一個期望的對焦 就是這個對焦也許不會是原來的那個好父親 所以我覺得某種程度是要做一個期望的管理 和彼此的理解 那個原來的原可能已經不在了 他是一個更新的他的自己 那至於所謂的人的這件事情 我也覺得他是不斷在變動的 當有過程對當有一個變化的時候 他可能就不一樣了 甚至可是我覺得很重要的是 他有關係的連結 不要讓一個人被孤立的活在自己的世界裡 因為成為孤島這件事 對所有人都不是好事 包括他自己 對 謝謝 謝謝雪莉 那秉玲認為呢 如果是在復原這條路上的話 我覺得我的回應就會是 有時候我會問我的個案 對你來說 現在 你覺得是你在玩藥還是藥在玩你 這個問題的背後他在說的事情是 你在享受這個世界 還是你正在被控制 回應到第二個問題 什麼是人 這偏向治療觀或人生觀了 我覺得這個世界就是一個劇情的遊樂場 人們是在從中可以有機會去感覺更多 想要更多 朝上自己所期待的方向走 成為也許成就 想要成就的事情 成就自己想要自己 而中間有沒有機會 所以擁有這些想像的空間或能力去成為或玩耍 在感覺跟經驗的這過程中 是人 怎麼我想補充 我覺得剛剛談到這件事 如果大家對於疾病有一些想法的話 譬如說很多bipolar的躁鬱症的患者 他其實是非常傑出的音樂家或者是戲劇家 但是他可能選擇 讓自己處於那個狀態有非常奔放的創造力 那我會覺得人的很多選擇是這樣 如果你覺得你自己可以不被藥物控制 使用他 當然很多時候不是這個狀況 很多時候反而被控制了 那 但如果這個是人很刻意的選擇 而不傷害到別人 我覺得這也是多樣性的一部分 所以我們在這邊不是唱道德高調 好像覺得什麼東西都是要clean的 大家要長成一樣 這也是我覺得echo一下你 就是我覺得每個人的選擇 只要他不會傷害到別人 對 如果是從這個層次來看 好 那米江呢 米江怎麼感覺 不是很情願啊怎麼了 不是像這種比較難的問題我要第一個回答 因為前面的回答過了對不對 對我來說復原 因為復原有很多種方式 譬如說面對癌症 有放療化療標靶 因為我最近在處理這件事情 所以我特別有感想 對於我的過往的經驗來說 要復原 不怕我自己 我幾個小時前 正在洗車場裡面工作 我甚至上個禮拜被客人指著逼著罵山至今 我晚上在研究所唸書 然後問老師問題 我今天晚上在這裡講座可以坐在台上 就是侃侃而談一些我自己都不是那麼確定的事情 每一個都是我 所以我只是想 就是像我在看的這些用藥的朋友 我在猜 我沒有辦法答案 那我再猜 也許所有的復原 每個人都在面對這個問題 不只是藥營者 就是大家都想要 盡可能的跟大家一起走 這樣子 至少我也是 那至於什麼才是人 讓他們回復成為人 因為我在念書嘛 所以就想說 我是不是要用存在主義來回答你呢 但是我覺得 應該不是 應該不是 你要問的應該不是這個 我覺得 所謂成為一個人 就是 如同我一直在做的 就是 什麼時候 什麼時候我可以很自在的看待 我可以很自在 要贏者 以及我自己 並且理解 他是怎麼看我的 大概我就知道 我們都想要成為的人是什麼 大概是這樣 Amy這樣 最後一個回答 雖然說有點麻煩 但是 你們都回答的比我更好 這讓我覺得有點 不是 因為 這個也是這樣子 因為我們其實我們在剛開始的時候 是有一些簡單的meeting 我們有講好 我要當反派 對 但是後來就發現文森人很好 他就把這個反派該講的 他就把我講的 對 你把我講掉了 明明是我要講的 好 謝謝 那有任何其他人 欸 那位先生 我想問那個秉林心理事 就是 我想 我不確定 就是你接觸到的這些要因的個案 他們 是自願來的 還是被強制帶過來的 因為 我認為 要 去見心理事 第一個有的是要病識感 可是他們 有足夠的病識感 去願意走到你面前嗎 第二個是 他們有足夠的經驗能力 去負擔心理事的費用嗎 因為 現在市面上心理事 應該一個小時是1000到2000塊 然後 假設是公立醫院的心理事 那個 我知道排隊隊伍會很長 然後 很多人 就算是一般民眾 需要這種心理服務 都不一定派得到 然後 願意走這塊的心理事 我相信 應該也沒那麼多 目前我的職程是個案管理師 那我是還沒有直燈的狀態 所以在現在的話 我不是以諮商的方式 來進行我的工作 而是是個管師的角色 更像是社工的角色 在進行服務 諮商的部分 的錢的部分的話 在不同的醫院 它可能有不同的補助 是可以申請的 那像比如說 台中容總能的話 它一定可能有4萬塊的補助 是可以做這相關的 那青年的話 也有青年可能三次的 那這次是可以回到 就是不同單位 然後看有什麼資源 我也想回應一下 就是說我們現在有所謂的 還期數負面接引治療 如果它是出犯 那我們並不希望把它關到監獄裡面 那這種還期數負面接引治療 它可能會有一個團體的治療 但這個團體治療可能有包括 就是說告訴你毒品的危害性 然後甚至從meditation 冥想這些 有可能有些不同的approach 有些是比較宗教的儀式 有些就是鼓勵的方式 但是我必須說 諮商是一個非常昂貴 而且多數成癮者 並沒有辦法負擔的 對 這個是我為什麼剛剛會提到 美國跟西班牙的狀況 你說把它們吸進來這個狀況嗎 對 因為他們社會會 花蠻多的資源在這個部分 可是我們可能會 就是會開始思考 他們是不是最優先 需要心理至上的人 就是社會資源有限 所以這個也是 如果說我們剛剛講成癮者 但如果我們進到監獄 就是更生人的這個部分 更生人在出獄前的三個月到六個月 他們可能現在監獄裡面 都會有所謂的科學實證的 處獄計畫 會有心理師在裡面 要出獄前的三個月到六個月 他們可能可以跟這些心理師面談 可是次數也都不是很多 所以大家可以想想 這個還是從一個KPI和量體來 思考的這件事情 就是我們怎麼樣做到位 而不是只是走形式這件事情 我覺得我們還是蠻需要努力的 謝謝 那剛才黑色衣服就會先生 還有問題 哈囉我想要詢問一下 就是因為我是近期一兩年 然後才意外得知說我身旁的朋友 就是有在使用藥物這方面 那其實就是大概三四個 但他們都是不同個體 但是我認識他們也都是 大概四五年以上了 然後原本他們在媒體上面 都是活得很光鮮亮麗啊 然後看起來沒有什麼問題 所以我得知的時候我就非常訝異 那我有什麼方法就是 可以跟他講說說這個東西是不好的 因為我覺得說他們 就像剛才有個觀眾講說 他們可能病識感沒有那麼高 就會覺得說我身體還沒出問題 然後我的生活還沒出問題 我的金錢狀況還沒出問題 那我為什麼要去戒指或者什麼之類的 我甚至不知道說我該不該說服他 可是我又不想默示這一切 他用什麼藥品你知道嗎 如果是像KMSX的話 可能就是安非塔米 但是如果是在其他一些 我不想講什麼場所 可能就是一些腰脫管或者是K之類的 我的建議就是叫他不要混藥啊 因為混藥是最危險的 你的中樞神經抑制劑跟中樞神經抗分劑一起用 就像洗熱水澡又突然洗冰水嘛 對所以我覺得建議就是安全的用藥 那如果是男同志的話 這種bear back BB 也就是不帶套的行為其實是蠻危險的 所以就教他怎麼安全的使用藥物 那另外一個很多人認為說大麻不會成癮 現在大麻在萃取的過程當中 他濃度可以提高非常多 所以因為科技和技術的方式 可能會讓我們對於有些藥物會掉以輕心 那這件事就是可以告訴他 我覺得也不用提醒他說什麼 欸你這個很可怕啊很危險啊 那你不能用藥啊 我覺得這也就是父母會講的話 你都不要講給他聽 因為這完全沒有效果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我覺得咖啡包非常注意 咖啡包裡面有非常多的成分 可能混雜了十幾種甚至有混過老鼠藥嘛 那又或者說像笑氣這樣的東西 很多人認為我只是吸個笑氣 那這個牙醫不是來用笑氣嗎 可是我說牙醫會用笑氣來麻醉我們啦 還會這個在醫療的行為 可是笑氣也有人太患啊 就是因為你以為可以控制他 但是毒品的變化實在太快了 化學成本的變化太快了 只要提醒他這件事就可以 那我覺得混藥是千萬不要 又不要混藥又喝酒 因為太多 大家還記得W Hotel的事件 那個時候我真的去看判決書 我看到裡面就是十幾種混藥嘛 然後又拿什麼冰火 就是我一邊跟你玩遊戲 然後玩書的拖一件 然後喝一杯 這種事就不要發生 所以還是就是安全的信息文跟用藥行為 如果他真的需要 然後可能提醒就是說 因為技術的變化這些 你以為你可以控制他 事實上可能在他最低落的時候 他可能沒有辦法控制 反而被藥物控制這樣子 謝謝 那米江你有想法嗎 如果針對他周遭有這樣子的朋友 他想要去告訴他們 嚴重性的話 這樣子 當冰日的時候有衛教宣傳 他不會給我們放這些 就是用藥的後果 但是他的 不能說沒有成效 因為他會在你心裡面有一些 影子 這個其實很重要 沒有用啊 沒有用可以 對對對 海陶啊 然後一輩子什麼 那就標語化 然後還有諧音化這樣子 但我覺得我前幾天在threads 大家知道threads嗎 我在threads 這句話講的 我就是來擔任政治不正確的人 就有一個女孩子 這個是杜撰的啦 我一看就知道是杜撰的 但是我 他是這樣講的 他就是要騙流量的 他說 該不會大家都看過了吧 他說 昨天約了一個泡 約了一個泡 懶得又高又帥 但是他媽的打泡三秒鐘 就跑廁所一次 真的是太沒用了 因為他就是 拉K 對 如果他還要繼續拉K 抽K煙 甚至我知道 我有一些朋友是 把他塞威士忌 然後海陶 海陶就是我那個 那個員工跟我講 海陶一開始我不知道 原來是要偷玩 如果他們來繼續的話 你就跟他講這件事情 就是有一天 你會被笑死 說不定會有用 但我就是講說 就是從負面的角度 那就是 出了這個門一樣不要記得 好 秉林 最後麻煩你 好 就是 如果想要給朋友一些關係 當然是沒有問題的 然後那個時間點 對我來說的話 我常會 有時候會跟家屬這麼說 就是在他們可能 看起來很累的時候 或者是他們的 有一些狀況出現的時候 可以跟他們關心一下 然後嘗試 我不太確定 他們知道你知道他們用嗎 主動 OK 好 所以在這樣動畫下是很好的 就是你有機會有進一步討論的空間 從這些關係裡面 你可以延伸的去找到 也許假設是 他最近有點心臟痛好了 那 下什麼學歷 沒有你們都用威脅的方式 因為 必定用藥就是 他要的是 還蠻要快樂 但是 同時有一些風險 但還是 實時是可以注意的 因為 因為你真的是沒有辦法 他只要有錢 有朋友出去 他就要用的時候 你只能嚇他 可是你只能嚇他 你只能用最 糟糕的 用個糟糕的後果告訴他 你只能這樣 你就是抽菸就拿一個肺 你騙給他 你有用 拿楊瑋的 那個最好有用 你只能一直不斷的去 可能可以問的是 比如說 你在玩的時候 你有在 你平常有在追藥的嗎 你是一個晚上 你是打的喔 你打幾次 打完以後 你大概需要幾天修復 他朋友會以為他要用 問太細節 問的太好奇了是不是 太好奇了 好 我最後的重點是 假設是安非湯明的話 他 其實他有一個很大的一個風險 但是 是平常大家會 Lost掉一個東西 他會連結到的東西 是心臟衰竭 他就是暴斃啦 那我目前就是 可能手差一百多個人而已 但是就是有三個就是 挂在這上面啦 就是 大家就是 會覺得OK 我只是心跳快一點 沒有關係 也許可能沒有 然後 這個你要不要注意一下 我也只是關係你啦 你想用你還是 看你啦 了解 希望這些建言 我覺得秉玲一直想認真回答 但是這個秉將在旁邊 一直講一些 哈哈哈哈 你符合你人設的話 那麼今天呢 最後想要跟大家說一下 現在呢 各縣市有成立毒品危害防治中心 對於個案進行追蹤輔導 它關於社會富貴方面 其實有補助醫療機構 民間團體開辦短期的 安置型借引輔導處所 那詳細的資訊 我會放在資訊欄位內 如果想要了解到更多的話 可以看資訊欄位 今天 非常謝謝各位 這個承受的周車勞頓 還有謝謝各位來賓 講述那麼多故事 對 蜜蜂我在講你 對 謝謝各位 那麼今天就到這邊囉 那我可以工商一下嗎 因為已經結束了嗎 對 那報則是一個非營利媒體 然後我們是靠著 所有的讀者的定期定額贊助 還有單筆支持 那我們能夠專心的做新聞 不拿任何的政府的標案 還有企業的廣告 就是靠著每一個人的支持 所以也很希望大家能夠 持續支持我們 然後大家記得買 那個富米璋的書 然後多支持 就是各館師 還有這個讀方中心 和更寶會的業務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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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